随着社会的发展,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,无论是在政治、经济、还是文化等领域都有着她们忙碌的身影,如今的女性已经顶起了社会的半边天。 但是在封建男权社会当中,女性多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在家中相夫教子,也许在我们现代人眼中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的,而在过去却很少有女性反抗,也很少有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成为佼佼者。 不过武则天却是一个例外,图片来自东方IC,武则天,年仅14岁就入宫,成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,但是一直不受宠。 后来到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即位后,武则天又成为了李治的皇后,并深受皇上的宠爱,由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。 当唐高宗患病时,武则天就带齐处理政务,并做得十分出色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唐高宗驾崩后,他们的儿子李显和李诞先后即位,但后来又都被废除,天首元年,武则天称帝,改国号为周,于是一代女皇就这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武则天登基后,做出了许多贡献,在政治上他职人善任,发展科举,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人才,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丧,轻摇伯父,农业与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不仅如此,武则天在文化上颇有造诣,他自幼聪慧,书法造诣颇高,对于史文也十分擅长。 书到作诗,他一生中作了很多诗,其中有几十首都被收入在全唐诗中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武则天十分欣赏有文化的人,尤其是女子,他听说在在宣化府有一对姐妹,姐姐十三岁,妹妹九岁,她们小小年纪就十分聪慧,文采颇高,并且美名传遍了整个宣化府,甚至传到了京城, 以至于武则天都知道了他们的美名,所以武则天对他们的文采十分好奇,派人将他们传入宫中,看一看是不是像传闻中那么厉害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刚入宫的两姐妹颇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,再见到武则天时也不惊慌,所以武则天对他们十分欣赏。 于是带他们在宫中游玩,在经过一个荷花池时,看到一位和尚在摘花,于是出了个上帘让姐姐对,这上帘是,和里荷花和尚摘去和人带。 姐姐在思索了片刻后给出了下帘,请您心弦请音谈给亲额听。 武则天听后夸奖了他一番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接着他们又经过一座刻着冰战浮雕的墙壁时,武则天又给妹妹出了一个上帘,冰洞冰车,冰砸冰,冰碎冰车冻,妹妹在听后,稍加思索马上就给出了下帘,龙卧龙钟,龙兴龙,龙腾龙钟声,这下帘堪称千古绝对。 武则天听后更加欣喜,忍不住称赞他们真实女神童,并感叹二人的好文,才长大后一定不输于男子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